好 各位 杨明心学的爱好者大家好 那么我现在是在进行 王杨明传习录的文本解读 那么这个工作呢 是要针对王杨明的著作 做一字一句的文本解读 那么透过这样的过程 把杨明的心学呢 做一个更清楚的呈现 那么我们今天的进度呢 是要进入到传习录上的最后一页 最后几页 那我大概会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那么就结束传习录上 那么下周我在做传习录文本导读的时候呢 就会从传习录中开始讲起 好 那么我们看这个 这是第119条 这个条目的版本是在陈永杰先生的 这个王杨明传习录集大学问 这本书里面的这个编幕的次序 是以他的次序为主 所以这是传习录上的这个最后几条 好 119条 学生守恒问 大学功夫只是诚意 诚意功夫只是格物 修其置评 只诚意尽 但为什么又有正心之功 而说的是有所奋斥好乐 则不得其证何也 好 学生转述的是王杨明的这个想法 讲大学呢 这个一个核心的观念 就是诚意 那大学自己的文本 还有正心的功夫 那么如何去理解 诚意跟正心的功夫 之间的关系 讲的诚意为什么还要再讲正心 那么王杨明讲大学的这个方法 劳斯光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上 讲到王杨明的时候呢 他就有一个说法 就是格物之之诚意正心 或者是这个心意之物 这四个概念 对王杨明而言 其实是四种讲法 而不是一个功夫发展的序列 就像四句教 有四种讲法 有四套问题 这样子 不是一个功夫发展的序列 但在大学文本呢 这个他摆明了 真的就是一个次第 一个序列 因为这个 古之欲明明得于天下 先至其国 欲至其国 这个先奇迹家 欲其家先休息生 那这样就是一个次第 物有本末 是有忠实 之所先后则进道理 那目标是明明得于天下 要明明得于天下呢 先研究事物的客观的道理 所以格物之之搞清楚 然后呢 确定我们的价值意识 诚意 正心 对外的念头 意 要立他 自己做自己的生命的主宰呢 要这个正心 守住这个价值意识 这样才有所谓的 才能够修身 其家 治国 把天下的事情做好 那这样的讲法是朱熙的解法 但我个人认为 这是大学本来的意思 所以大学有一个功夫次第的 这个重点 功夫次第才是大学 和志成圣修齐治平八目 的要点 那么 如果讲儒家的功夫 那就是本体功夫 本体功夫讲新兴论也可以 讲新兴论讲本体功夫 就是纯粹化主体意志 纯粹化主体意志 在大学八目里 诚意中心这两个概念 最适合讲 纯粹化主体意志 就是主体性的价值自觉 全守在仁义理智的价值意识上 做任何事情 以服务的人生观 以利他为标准 作为我们行为的判准 所以你格物知知知道再多东西 你要用利他服务的心 乘以正心来处理 使用这些知识 用于修身其家 治国平天下的事物上面 但王阳明讲任何事情的思路 都是主体性的价值自觉 都是本体功夫 都是这个诚意正心的思路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王阳明最关心的是 你个人的起心动力 这一部分没做好 你任何的行为 所以就没有办法 有大张国的气感 那道德意志就衰弱 王阳明自己就是 最能够强烈的提起 道德意志 这个形态的儒者 所以当他在解大学的时候呢 诚意正心 这个从诚意来讲 其实意思已经讲完了 那正心再补充一下 至于智之呢 讲的还是诚意正心的意思 格武呢 讲的也还是诚意正心的意思 这个智之呢 本来是把事情搞清楚 本来把智之搞成了良知 所以不是一个文件之之 或德性之之 而是一个这个主体性的价值提起的活动 是确断是非善恶 并且去恶向善的道德实践的意志 所以智之变成智良知 智良知于事实物 拿出你利他得服务的精神 来处理事物 格武呢 这个去这个人欲存天你 正悟之是非 把事情做好 这个忠君 孝亲 这个有爱兄弟 等等 把每一件事情你做好 所以格武的意思 也就是智良知的意思 格武至之 智良知的意思 也就是诚意正心的意思 格子成正的意思 也就是修其智品的意思 所以王阳明这叫做 彻头彻尾的本体功夫 因此呢 这四个概念 格武之之乘以正义 其实拿哪一个概念讲 都已经把王阳明的意思讲完了 所以学生才会有这样的问题 大学整个功夫就是一个诚意讲完了 那但是呢 你用格武来讲也可以 你用智良知来讲也可以 你用正心来讲也可以 那学生的问题是说 前面诚意已经讲完了 格武也讲完了 那为什么多一个正心呢 那就回到大学的文本 那诚意正心的正心呢 是我们看下面这个地方 这个正心呢 是这个 生有所奋制不得其中 有所恐惧不得其中 有所好乐不得其中 有所忧患不得其中 所以呢 这些东西呢 都要回到一个平静的状态 那即使有分治 有恐惧 有好乐 有忧患 那就是我们的价值意识 不坚定 仿失了 流失了 所以才会有这些情绪的出现 那么把我们价值意识增定 心情就稳定 情绪就稳定 那么就可以得其正 也就正心 这样的一个语言的描写 那其实跟诚意的意思 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不过就大学文本来说 正心是比较内的 诚意是呢 是面对着外在的事情的 处置的态度 和那个意念 要扯 正心呢 是主体自己 处理自己的价值选择的时候呢 就要定心 就要正心 好 那王耀明在这边的回答 告诉学生 只要自私得知 知此 则知未发之中 未发之中 这个概念来自于这个中庸 中耶者天下之大本 和耶者天下之达道也 行入哀乐之未发 未之中 所以 藉由中庸的未发 未之中 那么王耀明在这里谈一个人性的本体 中就是性体 中是性体 中体 人性的本体的这个思路 在成仪的中庸解的时候呢 就已经是这样讲了 成仪讲中庸有两个脉络 未发以发 一个呢 未发之中讲的是性体 道体 这个以发呢 讲的是做功夫的情的状态 这是第一个脉络 第二个脉络呢 未发讲的是做功夫的平时没有什么利益 利害得失 啊 的时候 就平时的日常的修养 就未发涵养 以发查识 以发讲的是 面对事情 动心忍心 是非 利害 对错 这个时候呢 要做一个道德的抉择 所以要查识你的起心动念 就是已经有事情了 未发就是没有重大的利害攸关的事情 平常的自我修养 日常例行的行为 所以叫做未发涵养 以发查识 乘以讲未发跟以发 有两个脉络 第一个脉络 讲未发 就讲未发之中 讲性体 就是讲形上学 跟功夫的状态 以发了起 第二个脉络呢 是讲功夫的未发时候 跟以发时候的不同的做法 是功夫次第的脉络 就说未发涵养 以发查识 王阳明在这边用的是乘以的第一个脉络 就是未发之中 讲的是形上学的问题 存有论 论理学的原理 就是本性 性善论 的那个性体 就是 人性是善 未发之中 就是中体 就是性体 就知道你的性善的本体 那性善的本体 就是每个人都有良知良能 我固有之啊 所以王阳明说 你就要回到你的良知良能能够搞清楚 你就能够理解这一点 那为什么搞清楚良知良能 就能够理解 诚意跟正心的功夫 或者是格物的功夫呢 因为对王阳明而言 王阳明讲功夫 只有一个意思 就是本体功夫 就是把你 把孟子所讲的良知良能 我固有之 的这个本体呢 给它发露出来 用你的性善的道德良知 就是作为你行为的判准 用利他的精神 服务的精神 作为一切行为的价值标准 所以呢 就 发动性体 发动本体 就可以把未发之中 就是未发之中的一个使用 同时也是一切功夫的 根本的格式 王阳明讲讲太简单了 学生就没有搞清楚 手中再三请问老师 这个 可不可以把我话讲的再 再讲清楚一点 杨明就说 为学功夫有浅身呢 浅身就是 你立志立的浅 还是深 立志立的深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赢 贫贱不能赢 威武不能趋 立志立的浅 人家贿赂 那你就被贿赂掉了 所以呢 这个 有浅身的差别 因此 粗食 若不 拙食 用意去耗善 物恶 如何能为善去恶 所以你做工夫就是 你平常日常生活 就一直在做善恶的分辨 并且呢 知道什么是善 并且提醒你的价值 一直去为善 知道什么是恶 提醒你的价值 一直去去恶 但是请注意 很多时候那个恶是我们的欲望 是我们想要的 那你去恶呢 就舍弃自己的欲望 那就很痛苦的事情 但这就看一个人是不是 大丈夫 所以呢 平时就做价值意识的辩证 大事小事都用善恶的价值意识来分辨 然后来抉择行为 任何时刻都在做这个分辨 任何时刻都在做这个抉择 所以就能够为善去恶 诚意就是 知道是善就一定去做 知道是恶就一定不去做 这个分辨善恶的能力 我们的性 我们的良知 我们的未发之中 就有这个能力 就能够分辨善恶 同时也有这个能力 就能够是去恶向善 守住这一个分辨了以后 扎扎实实去恶向善 那就是非常的诚意 好 好 那这样其实就把这套功夫讲完了 那现在王阳明来介绍 大学文本讲 正心的说法 奋志 恐惧 好乐 忧患 有这些东西就不得其证 我要守住我的诚意 这个诚意就是至善之恶 这个良知 中体 把善恶分辨清楚 然后守住这个诚意 但是我守住这个诚意 这个诚意 长的什么样子呢 诚意其实只是一个主宰的价值 他没有长的什么样子 所以说心之本体呢 本来圆无一物 好 所以当我们着意 刻意去好散勿恶呢 就好像多了一个意思 孔子 所以不是扩然大功 那这个讲法有点像 在讲境界 在讲境界的时候呢 本来无一物 好 那你刻意的去去恶向善 好像有点刻意的做功夫 那刻意的做功夫呢 其实没有必要 你就是回到了本体 然后就心平气格 其实呢 这个多了这份意思 孔子不是讲的 无时由我而至于学 三十而立 无时由我而至于学 就是多了这份意思 如果不多了这份意思 十五岁呢 就放逸 就收不回来 所以当我们功力 还不深的时候呢 其实是必须要多这份意思的 这个时候是见修的过程 但当我们功力深厚了以后呢 这一切只是平常心 不需要多这份意思 孔子讲的 即时而从心所欲 不欲举 不必多这份意思 怎么做 都是对的 行云流水 称号讲的 不需防茧 不需穷所 不假穷所 所以呢 就回到了一个 这个达到了一个高的境界 是一个扩然大功的境界 如果你都没有杂念妄念 这个追逐欲望的意念 你诚意的功夫就做得很简单 心当然也就正 所以 我有做好 我有做恶 方是本体 本体本来是善的 是我们防疫了以后 才去再把它收回来求仿心 才需要再再度去成这个意 再度去知善知恶 再度去好善好乐 本来呢 其实就是纯粹的 至善的 所以说 有所奋志好乐 则不得其政 就已经仿施了 当然 很多人都仿施 绝大多数 在绝大多数的状态下 也都是处于一个仿施的状态 那我们就收回来 收回来就是诚意的功夫 所以正心呢 怎么做呢 就诚意 就能够正心 我要再强调一遍 王阳明讲正心的意思 也就是诚意的意思 讲诚意的意思 也就是智良知的意思 讲智良知的意思 也就是格武的意思 他只是用不同的概念 去讲同样的东西 换一个概念 换一个脉络 始终是在讲 这个本体功夫 这样里面 体当自家心体 常要见空恒品 这便是未发之中 这个自家心体 就是这个良知良力 就是这个未发之中 就是这个性体 就是性体 主体里面的人意理智的价值意识 它是人的本性 人的本体 我们的主宰这个心呢 时时刻刻 就要用这个本体 作为我们的价值意识 所以我们说 纯粹化主体性的价值意识 主体性就是人 自我的主宰这个心 要去纯粹化它 好那这一段我们说到这里 我们看120条 戒圣恐惧 那么戒圣恐惧这一条 是在跟朱熹做一个对谈 朱熹有一个讲法 朱熹说 戒句是己所不知识 圣读是己所读之识 那么学生就问王阳明 这个说法怎么样 好戒圣恐惧是中庸的句子 默陷呼吟默陷呼唯 戒圣呼吾其所不读 恐惧呼吾其所不读 故君子圣其读也 这个默陷呼吟默陷呼唯 你一个人有没有道德的自觉性 就在有没有人家看到你做事的时候 没有人看到你做事 你还能够自我要求 这个时候最能够彰显 你这个人是有道德自觉能力 所以默陷呼吟默陷呼唯 隐唯就是没有人看到 别人看不到 那这个时候你还能够自我要求 所以从你个人的角度 你的道德价值意识真正被彰显出来 在别人看不到的隐为之际 你真正彰显出来 因为你不是要做给人家看 你根本就是一个自立自强的自我要求 所以说故君子必圣其读也 所以君子要圣读 那朱熙这边有一个解读 这个解读它也是用从功夫次第的脉络上来解读的 解读是己所不知 圣读是己所不知 就戒圣恐惧是不管人家有没有看到我 我不知道人家有没有看到我 然后我做这件事情呢 我就必须戒圣恐惧 但是呢 圣读是什么 圣读是这一个戒圣恐惧的内涵里面 我到底在戒圣什么 我到底在恐惧什么 我知道我不能够妈妈呼呼的做 我知道我不能损能力气的做 我知道我不能假公济私的做 所以呢 我自我要求 我自我要求的时候 我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虽然别人没有看到 别人也不知道 我怎么做别人也无法判断 但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知道我这样做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所以是己所不知了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有这个善恶的这个现象呈现出来 这样做就是善 那样做就是恶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守善 我要去恶 那就是但是这是我自我要求我自己 所以叫做圣读 所以对朱熹而言呢 圣读是个以发功夫 戒圣恐惧呢是个未发功夫 就是这个平常的整齐严肃的一个自我活动 好所以朱熹这样的一个发挥呢 我们当然可以批评朱熹干嘛 讲什么问题都是从功夫次第的未发已发的脉络上去讲 但是呢 朱熹从大学革治 是纯正修齐治平是先知后行是功夫次第的这一个路数搞清楚了以后 使得他在讲孟子也好讲中庸也好就很容易使用这个未发已发 这个功夫次第的这个脉络来诠释各个其他不同的儒家经典的文本 所以朱熹常于用次第的方式来讲功夫的理论 所以就刻意的把中庸的这一段文字 做了这个未发已发的解读 圣读是别人看不到 但我自己已经知道那是对的那是错的 是已发查识 戒圣乎其所不睹 恐惧乎其所不稳 不管别人有看到没有看到 就在别人尽管我也知道 根本没有任何人看到的情况下 我平常我做事情就是这样规规矩矩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戒圣恐惧跟圣读是同样的意思 但是圣读是明确的是非善恶的自我要求 这个戒圣恐惧是没有明确的是非善恶 就只是我的一个整齐严肃 预设了虚恶向善 预设了为善而不是为恶的一个自我要求 比较是形式性的 圣读呢就完全确定是个有价值选择分叛的做功夫的状态 好那对王阳明而言呢 他不从这种次第上去讲 他任何时刻都是一个价值自觉的本体功夫的活动 所以对王阳明说只是一个功夫 无事实故是独之 有事实亦是独之 圣读是己所独之 所以呢有事实当然是独之 但无事实呢其实也是独之 就是没有什么是非利害 这个公私毅力之变的时候 那就平常的时候 你也是要戒圣呼 其所不狂惧 其所不狂惧 你也是要戒圣 你也是要战战兢兢 你也是不能够乱做 这个时候呢 没有明确的是非价值善恶 但是还是有一个形式上的自我要求的整齐元素 这种自我要求的整齐元素 对王阳明而言 一样是一种道德自觉的活动 说这个意思 朱熹不会反对的 完全也一样是会同意的 王阳明要强调 这就是同样一个道德意识的本体在做的功夫 所以要强调这是一个功夫 朱熹也不会反对这个意思 只是朱熹做了一个知识上的区分 戒身恐惧 没有具体的是非善恶的案例 形式上 道德意识主体拿起来而已 圣徒知道怎么做是不对的 所以我选择那个对的 不选择那个不对的 这样 虽然别人不知道 只有我自己知道 好 这是思路的 谈问题的层次上的差别 王阳明接着说 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 只在人所共之处用功 便是作文 这就是大学讲圣读的重点 不需要人家看到我 我自己就会自己要求 如果只是要人家看到 我才做功夫的话 那我根本就是很虚伪 小人就是这样 平常放肆 乱来 见君子而后也 看到有长官来了 然后呢 就不敢再做坏事 装的一副好人的样子 好 所以呢 那小人就是虚伪的 所以君子就不会这样虚伪 长官没有看到 一样认真的做事 就是自我要求的 就叫慎读功夫 这种慎读功夫呢 就是成的萌芽 此处不论善念恶念 更无虚假 一事百事 这个不论善念恶念 有善念提起来做 有恶念呢 自己要求自己不可以做 趣恶向善 怎么样都是真真实实的 自我的呈现 不会呢 明明心中有恶念 看到有人看到 哪天出善的行为 没人看到 又继续恶念蒙发 为恶的行为 那这个时候 人家看到的时候 你的善的行为 就是虚假的 所以一个人已经成意了以后呢 就不会虚假 一事百事 一件事情是趣恶向善 百件事情也是趣恶向善 不管人前人后 全部都是趣恶向善 小人呢就一错百错 这个这样的一个 诚意的善恶的分辨呢 就决定一个人 是王道还是霸道 义还是利 成还是伪 善还是戒 王道跟霸道的区别 王道 天下人得利益 霸道呢 我的国家独大 我这位君王呢 掌握天下的权力 天下的资产都是我的 是霸道 天下的资产 让天下与人民来使用 这就是王道 所以是利他跟为己之私 跟毅力的意思是一样的 好 与此一利 列定便是端本成员 所以王游明强调的永远都是 是非善恶的分辨 以及趣恶向善的道德意志的贯彻 道德的行动 所以这两次要道事事无误 格武 这个正乎之是非 去恶向善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去恶向善 所以格武的意思也是这样 这两次的意思也是这样 诚意的意思也是这样 正心的意思还是这样 辨识历程 古人许多成生的功夫 精神命脉 全体旨在此处 莫陷不隐 莫险不悔 无时无处无耻无忠 只是此个功夫 什么功夫呢 提起自己的道德良知 做是非善恶的分判 以及趣恶向善的意志的贯彻 只做对的事情 不做不对的事情 不欺凡 不虚伪 至良之于事实无误 王耀明的理论讲完了 王耀明接着就来批评一下主席 若又分戒句为己所不知 圣读呢 为己知所知 即功夫便知理 亦有间断 讲功夫 永远都是云念之间 讲功夫次帝呢 是就不同的项目 来讲他的意义的差异 这个时候呢 这个就要讲不同了 讲次帝 那朱熙就是在讲 戒生故其所不读 恐惧故其所不闻 故君子必胜其读也 这一段话里面 前面戒胜恐惧就是 不管你做任何事情 你那个念头 有没有在世界上的分辨 都没有关系 你就是整齐元素 就是未发海洋 就是你规规矩矩 不放异 有一个禁这样子 那如果人家说 这里不要扫地了 反正老师已经走了 你就会胜读 虽然老师已经走了 我还是要扫 如果没有人来引诱 其他就是所有地方都扫地 这就是戒胜恐惧 戒胜恐惧 你不需要做什么分辨 我本来就是该做对的事情 那有人来说 老师已经走了 所以我们不必继续扫地了 这个要没扫到就算了 本来明天来再扫就好了 那你说不行 我还是要把它扫 这就是圣读 老师没有看到 老师没有看到 但我还是必须 把该扫的地扫干净 所以朱熹做了一个知识上 这个可以做两种不同意义的区分 也不是把功夫做支离 实际上只是说 这个功夫是有次第上的差别 形式意义上的差别 朱熹在这个地方有一种抽象的头脑 王耀明在这个地方呢 比较是一种具体的 而不抽象的意志的觉醒 所以王耀明谈本底功夫 朱熹谈功夫支离 简单讲就是这样的一个差别 所以我不赞成王耀明说 朱熹这样功夫就是支离了 陆向山说朱熹功夫支离 自己的功夫是意解 那为什么说朱熹功夫支离呢 因为朱熹整天写论文 整天这个做自书的注解 那陆向山呢处理一件事情 任何事情我道德意志的自我针定 好 那朱熹当然是个学者的工作了 这个工作就是要让所有的儒者都知道 做功夫呢是该怎么做的 把知识上建立起来 这也是一个这个道德意志 这是展现在学术上 道德意志呢展现在 农业上道德意志呢展现在工业上 道德意志呢展现在科技上 道德意志呢展现在外太空的探索上 道德意志呢展现在海洋的研究上 道德意志呢展现在法律条文的定定上 道德意志呢展现在 这个环境保护的工作上 道德意志可以展现在任何的地方 所以朱熹是道德意志展现在这个教育的 这个经典的编辑上 这还是一个道德意志的纯粹化的功夫 就做功夫而言朱熹的功夫也是意见的 只是这个 朱熹做了这个文字 意涵的竖解 然后做理论建构的工作 那这不能说是知理 至于大学文本诠释 大学本来就讲物有本末 事有中始 之所先后 折进道理之所先后 大学本来就在讲一个先后 古之欲明明得欲天下必先至起国 欲至起国必先 这个齐齐家 这不是在讲先后是讲什么呢 这里头也并不是知理 好 这是朱熹把大学的先后本末次第的理论模型套用在中庸的这个圣戒句和圣读 戒圣恐惧和圣读的文本诠释上 就像套用在已发未发的文本诠释上 只是这样而已 好 既戒句即是良知啊 这里 己若不知是谁 戒句 如此见解便要流入这个断灭禅定 这就严重了 讲的太过了 那朱熹说己所不知 但是圣读才是己知已知 戒句的时候呢 不知 王阳明说 不知那到底谁在戒句呢 所以对王阳明而言 戒圣乎 莫显乎其所不闻 戒圣恐惧 戒圣乎其所不读 恐惧乎其所不闻 戒圣恐惧 是人这个主体在戒圣恐惧 朱熹说不知的意思是说 这里头并没有任何人要求我做什么 什么事情 然后明明白白哪里是对哪里是不对 就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一个要求 我尽量知道扫地就是规规矩矩的扫 不管人家有看到没有看到 我都是要扫的 然后圣读是说 当有人跟我讲说老师已经走了 不会有人看到你了 你可以不用扫了 那我知道 我扫老师也没有看到 我不扫老师也不会骂我 因为老师根本没有看到 这个时候我独知 我还是得扫 所以朱熹把前面戒句说 己所不知 圣读是己所独知 这是有 这就是这就是那种 你可以说他是凡所哲学 但你也可以说 这是头脑更加的细腻 的学问的处理 这个处理没有什么不对 王阳明说 借句的时候已经是知道 当然是知道 我已经有道德意识提起 道德意识提起 只是这时候没有什么厉害的分辨 没有什么要表现给谁看的 但当然是我知道 我自觉地在做一件该做的事情 整齐严肃地要求我自己 就是规规矩矩的扫地 王阳明说这个时候已经知道 如果不知谁借句呢 如果认为这时候不知 要流入断灭禅定 好像说这个时候是没有进行 道德意识提起的活动 变向这个野狐禅 或者是佛教的断灭禅定 这又涉及别的问题 禅定跟断灭也是两回事 佛教的禅定也不是断灭 但佛教内部会批评 有一些外道是断灭 佛教自己不是断灭 所以哲学史上有很多的理论上的公案 那我们就不展开也不去说 总之呢我不赞成 王阳明把周西的这种区分说成是 这个流入断灭禅定 因为王阳明也没有好好界定 什么叫做断灭禅定 好不论这个善念恶念更无虚假 独知之地更无无念实也 就是学生再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那因为老师前面既然讲了这个借句的时候也是知 独知的时候也是知 那么这个不论善念恶念 那就是无虚假 无虚假就是那善念要提起 恶念要放下 那独知的实地呢更无无念 无念没有念 无无念就是还是有念 独知的时候呢 独知的时候更有念了 那这个 因为独知对于 朱熹而言本来就是知 本来就是有念 所以学生做了这样的一个提问 王阳明说 借句的时候已经是念了 借句的时候有念 独知的时候呢 当然更有念 王阳明就是要反对说 借句的时候呢 没有念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但是朱熹的讲法不是说 借句的时候没有念 对王阳明而言 借句之念 这个念还是良知 而不是杂念妄念 对朱熹而言 借句的时候呢 是根本没有人要求你 你也不必为了符合谁 已经交代了 你下个星期三早上几点钟 到什么地方去扫地 你就到那里去扫地 你没有任何妄念虚念杂念 这样子 所以呢 是己所不知 然后你就去扫了 你不知道有监视器在看你 或你不知道老师站在旁边看你 你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所以己所不知 直到有人跟你讲说 那边有个监视器你要好好扫 你心里想 我本来就好好扫 有监视器没监视器都一样 或者有人跟你讲 那你没有监视器 而且刚刚老师在这边偷看 后来老师已经走了 所以你现在可以随便扫了 你心里想 我还是规规矩矩矩把扫 这叫做独知啊 这叫做圣独啊 所以戒身恐惧是那个意思 所以没有一个厉害的念头 并不表示没有一个道德意志的提起 我现在说的是朱熹的意思 那王耀明认为朱熹那样子 是等于是没有念 没有道德意志的提起 那王耀明认为这样是不对的 王耀明认为戒身恐惧的时候 就是有道德意志的提起 那这我也完全同意 但我要强调 朱熹也没有说 朱熹也不是没有道德意志提起的意思 只是这时候没有厉害之念 如此而已 所以王耀明说 戒句之念也无时可惜 时时刻刻都应该要有戒句之念 这个念其实就是良知 知善知恶 就是格物为善取恶 若戒句之心稍有不存 不是昏溃便已流入恶念 没有错 道德意志不提起 那你就流入恶念 下星期三 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去扫地 拿个扫把随便弄一弄 没有人看到呢 就算了这样 那个桌子底下就不扫 表面功夫做一做 这是流入恶念 这要提起 自朝至暮至少至老 若要无念 即是即不知 此除是昏睡 除是稿木死灰 这有一些把这个儒家 对道国的批评放在这个地方 穿插进来 我认为这个批评 对于朱熹戒胜恐惧理论的批评 不是很有必要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段 智道问 荀子云养心莫善以诚 先如飞之何也 先生曰 此意未可便以为飞 成字有以功夫说 成是心之本体 求负其本体 便是思成的功夫 有人批评荀子的这句话 王阳明认为呢 荀子这句话讲的也蛮好 因为对王阳明来言大学 把诚意讲清楚 就是这个掌握到本体功夫的核心 所以成呢可以说功夫 但成也是心之本体 求负其本体 好 什么是本体呢 我们讲价值意识的时候 就是本体 什么是功夫呢 人 去而向善 纯粹化主体意志 进行道德自觉的活动 这叫做功夫 道德自觉的活动的时候 依据的道德原理 还是那个本体 就是那个成 所以本体呢 是个哲学的词 功夫呢 也是哲学的词 那成呢 是本体的价值意识 心呢 是功夫的主宰 人的主宰 功夫的主体 求负其本体 就是心要回到成的价值意识上 所以就是思成的功夫 明道说以成净存知啊 心时时刻刻都成净 成什么意思呢 就是价值意识 价值意识 怎么讲呢 单纯的善念持续不间断 单纯的善念是什么呢 仁义理智利他 持续不间断 再加上持续不间断的意思就是成 成就是人持续不间断 仁义理智持续不间断 持续不间断的以仁义理智的价值意识 自为我行为的标准 自我要求的内涵 净呢 成净存知 净呢 净就是专一 持续不间断的 单纯的善的意志 专一 专一什么意思呢 我不会忽而跑到 说我个人的利益在哪里 我不会忽而跑到 说我的位置在哪里 好 我的名牌有没有摆出来 我的薪水有没有先给先寄给我 等等 不会跑到别的事情上 专一进的意思 大学欲证其心先成其意 好 这引大学的话 所以我要明说 荀子有一些话讲的不是很好 因为荀子讲性恶论 荀子是一个社会科学家 他不是一个这个人性论的哲学家 所以呢有新恶论的说法 故多病不可一例吹毛求辞 有些话讲的还是对的 这个大凡看人言语 若先有个意见便有过档处 王阳明提醒学者 看荀子 不要有个人的成见 实际上王阳明呢 就对朱熹的东西有个人的成见 所以他很多对朱熹东西的解读 是不合于朱熹的原意 这句话非常适用于王阳明自己 大凡看人言语 若先有个意见便有过档处 所以王阳明本来逼平朱熹胜利 本来觉得好像不对 自己写了一篇文章 诸子晚年定论 认为朱熹有很多东西的意见 跟自己是一样的 那这就是这个意思 好 为父不仁 孟子取养虎 便见圣人大公之心 这个人就是这个价值 意思是人就是利他 当你付了以后呢 你应该利他 利他的意思就是 你开的公司 薪水要发好一点 你办的工厂呢 工人的福利要照顾的好一点 你办的工厂 工人很辛苦 为你赚钱 工人福利非常的差 这就是维富不仁 人就是关心所有的人 你现在富了 富裕了 你更有本质条件去关心所有的人 不是要你把钱财散光给别人 而是呢 合理的分配别人的薪水 然后多给人家一点 你还是很多 那这样子呢 就是人者 所以因为人就是要利他 所以你有能力就为大家服务 有钱呢 薪水多发一点 否则就没有利他 那就不是大公之心 好 我们看122 这个122 蕭惠 示范所及到蕭惠的问答 都是比较精彩 为什么比较精彩呢 因为蕭惠的头脑 跟王阳明的头脑差别很远 所以呢 常常被王阳明K头脑 所以就这个现场 这个教学的现场 就非常有趣 我有写一篇文章 这王阳明如何教育子弟 蕭惠就是常常出现的 那个男主角 学生 他问的问题 跟老师对答呢 都非常有意思 因为都被 王阳明老师K的满头包 好 学生问 几思难克 奈何啊 几思难克 像这种问题 最好不要问王阳明这种老师 因为呢 那就是你自己的事 就是你意志没有坚定 所以你的思域呢 很难克除 好 王阳明就说 将如己思来替辱克 王阳明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把价值意识拿起来吗 如果有的话 你 你真正有私己之心 王阳明讲什么的意思都是道德性的 这个时候这个己思啊 在王阳明的用法里头 并不是损人利己 而是利己 你真的己思 你真的想要利己 那你就懂得 你要做一个大丈夫 大丈夫呢 就是利人利己 甚至利己 你如果想要为自己好 古之学者为己 王阳明把古之学者为己 拿来当做己思 对 为己之学呢 来替辱克 克什么 那个损人利己的 恶念 私欲 所以王阳明的这个己思的用法 不是平常的那个己思 不是欠 不是消费的己思 消费的己思就是 我有懒惰啊 我有这个嫉妒啊 我有这个贪念啊 王阳明的己思呢 古之学者为己 这种为己之学 来替你克服 人许有为己之心 方能克己 能克己方能成己 为己是什么呢 我做任何的好事 是为了我自己的价值意识的 主体性的自觉 我就是个大丈夫 我就是个豪杰 我就是要来服务的 我就是要来奉献的 所以呢 不必感谢我 不必谈条件 请我做 我就来做 我是为了我自己而做的 这个有理想的事情 那么我就会把我的私欲 克服掉了 然后呢 才能够成就 大丈夫的事业 成就千秋万世的事业 成就家国天下的事业 这样才能够成己 消费完全没有明白王阳明的这个意思 会亦颇有为己之心呢 不知缘何不能克己 他就 他就 消费就 没有自己自我要求 所以颇有为己之心 那就挂在嘴巴上 我也希望我为我自己好 我也希望我成为大丈夫 但我不知道怎么搞 欲望就跑出来 王阳明的意思就是 你根本就没有立志 所以说到底儒家功夫 就有一句话就是立志 根本没有立志 你没有用力在自己的心地上 所以你讲这个话 嘴巴上讲讲的都不是真的 好 那你说说看 你说有为己之心 你是怎么个为己啊 会良久约 为什么良久呢 他其实就很少自我要求 他其实就很少宽宏大量 他其实就很少慈悲为好坏 他其实就很少主动的乐捐 他其实就很少勇敢的承担 他其实就很少乐于助人 就这样 所以想很久 一心要做好人 自为朋友为己之心 看来只是为得个躯壳的己 不曾为个真己啊 消费这样的讲法 对不对呢 对了 他明白了 他总是在想自己的 耳目口鼻之欲的满足 没有真己 真己就是大丈夫豪杰的事业 躯壳的己呢 就让自己吃的好吃 住的舒服 穿的舒服 引力 己思之力 的事业 做的只是这个东西 照顾自己的躯壳 没有照顾到自己的精神 价值 人的 天地之间的意义 所以消费有一点点理解到 虽然如此 王阳明明还是不放过他 哪有那么容易让你放过 躯壳的己 对王阳明而言 大家要知道 孟子讲过 健行 行也就是身体 就是这个躯壳的己 这个身体呢 你好好给我拿来用来为天下人服务 这个身体呢 这个躯壳呢 也不是只是让你能满足自己的耳目口鼻之欲 命也有信焉 君子不畏这个命也 这个信也有命也 君子不畏信也 还怎么样 就不是让你用到自己的 所以王阳明说 真己何成离者虚可 什么意思呢 践行嘛 做一个君子 成就真己 你就是你这个人 这个身体去做的那些为天下服务的事情 所以不曾离开躯壳 所以对王阳明而言 躯壳呢 也是道德实践的主体 就是身心便和而为一 我不让你把躯壳拿来 就是说 我能够只服务自己的耳目口鼻之欲 所以如果要做一个有价值有道德的君子圣人 这个身体也是要拿来为天下人服务的 所以恐辱连纳躯壳的己也不成胃 你也没有好好喂那躯壳的己 如果要喂那个躯壳的己 这个躯壳是要拿来做服务天下利他的事业的 不然且道如所谓躯壳的己 岂不是耳目口鼻四肢 那你只是让自己四肢安逸嘛 这个听谜谜之音嘛 吃好吃的东西嘛 损人利己嘛 抢夺别人的财物嘛 像个流氓一样 纵欲满足自己的感性的欲望 那就是耳目口鼻四肢而已啦 这不是王耀明所讲的躯壳的己 但是我们日常语言所讲的躯壳的己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在王耀明的道德哲学里面呢 什么概念都要收进来 是个道德意识的活动 的这个范畴 躯壳道德意识活动的范畴 心道德意识活动的范畴 而目口鼻四肢道德意识活动的范畴 人以理智道德意识活动的范畴 就这样 为己道德意识活动的范畴 你不管讲什么概念 我把你收到道德意识活动的范畴 来讲 这就是什么 这是本体功夫的思考方式 这个禅宗也是这样 儒家也是这样 只要讲本体功夫 什么行为 什么东西都会收到 收回到这里来讲 就像这个慧能 六足谈经 不管讲什么 都是拨着空性的智慧回到这个本体 好 销慧就说了 是啊 正是为止 耳要色 目要色耳要听 口要为 四肢要安逸 所以不能克 销慧没有明白老师的意思 销慧这边的反省 自己是个为区隔的己 这个反省我认为他反省的很好 没有真正为了真己 所以他这边就自己承认没有错 我就是色生为义乐 所以我没有办法克服 对王阳明而言呢 对王阳明而言呢 这有什么难的呢 道德意志提起来就好了 王阳明就最能做这件事情 别人就不见得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好 销慧就承认 我就是力气用在四肢的安逸上 不能够克 王阳明就要求他 这个地方就是你要做功夫的本体 不只是心 身体 其实身体跟心都是你 主宰都是你的心 美色目盲 美声耳聋 美味口爽 吃成甜蜜 令人心发狂 这是老子的句子 都是害如耳目口鼻四肢的 因为方向是什么 美色美声美味 吃成甜蜜 都是四肢的重欲放欲 其得是畏如耳目口鼻四肢 是害如 是害如 这个不是畏如 是害己 若畏 若畏者耳目口鼻四肢便需思 二如何听 这个目如何是 这个非理无事 非理无听 非理无言 非理无动 所以一切的一切呢 非理无视听言动 一切的一切呢 合理 所以如果使用你的耳目口鼻呢 理 理就是仁义理智 仁义理智呢 就是成就是价值意识 就是善 就是利他 所以呢 这个才是为者耳目口鼻四肢 如果你要为你的耳目口鼻四肢 就拿起来 利他 趋而向善 为天下人服务 不要纵欲 终日向外持求 为名为利 这都是为了趋而外面的事情 趋而连着心都是挤 趋而外面的事情呢 是社会的民生 社会的利益 那么这些呢 就是这个足外 就是耗利益 你得到好的民生 好的利益 你可以过好的生活啊 然后你可以享乐啊 你可以获得人家的尊崇啊 然后就觉得在云端上很兴奋呢 所以做什么事情 就演给别人看呢 那就是足外 而不是真正的 这个为天下谋福利 所以呢 不是真子 真己呢 连着躯壳 都是内 心生 都是内 的 如果你真的 为着耳目 口鼻四肢 就要非理无事 非理无听 非理无言 非理无动 这样子 所以 你的耳目口鼻 要用你的道德意志的心 来使用它们 其是辱之耳目口鼻四肢 就是自能污视听言动啊 哎呦 心呢 不是他自己 要由心 来带起来 好 视听言动 都是心在视听言动 心用目视 心用耳听 心用口言 好 这样子 所以心这个主宰要带动你的身体 反而总之呢 这个躯壳 不能够这个作为放纵的借口 但是 躯壳本来就耳目口鼻四肢 这个生命的延续 的照顾是必须的 但不要过度 不要目的放在这里 就追求 安逸啦 美味美色美生 吃成天脸 追求 身体的欲望 身体的感官 的满足的本身 这就是错了 我们要满足身体的生理的需求 但呢 我们要追求利他 服务天下 而不是满足生理的需求 放纵生理的需求 这个利己 甚至损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向 好 没有心就没有耳目口鼻的活动 这个心呢 不只是我们的血肉啊 就是心脏 或者是头脑 这样子 那已死的人呢 血肉何在 为何不能视听言动 所以是什么 讲的是我们的主宰的那一个心 能够视听言动的那个主宰 这个主宰呢 王耀明而言 始终都是性 都是天理 天道跟人性 有共同的主宰 就是人性就是天理 有这个人性 才能生这 性之生理 便为之人 天道 为什么会有万物呢 因为天啊 人者天地生日之心 人道 为什么会有生命呢 因为人活着 就是要正得利用后生 就是要这个 利用天地万物的资源 创造人类的生活福祉 让每个人过更好的生活 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 所以当有了天理 有了天性 有了万物 有了人 那就是要万物生生不喜 人类呢 这个离一三百 唯一三千 礼乐教化人文化成 人类建立良好的国家社会的体制 所以对儒家而言 天道跟国家 是一个价值意识内部的东西 实质上有天道 必然有天道 就实质上有国家 必然要有国家 同时也就必须要有君子 来协助君王 治理国家 要利他要福 就是儒者之所以为 儒者觉得自己的生命 跟天地一体的 这样的价值意识 的决定的这种思路 性之生理呢 在目是在耳听 在口言在四肢动 但一切的事听言动 都只是天理发生 天理发生的意思就是 就是利他了 就是福德人生观 就是修身其将之国 主宰一生故畏之心 心之本体呢 只是天理 那落实在人呢 就是这个性 所以王阳明也必须讲性极理 人性的内涵价值意识 仁义理直跟天理 内涵价值意识 仁义理直是一样的 所以王阳明也讲性极理 朱熹也讲性极理 但王阳明另外多讲了心极理 朱熹也不会反对心极理 至于史上要说心极理跟心极理 两个只有一个是对的 是罗清顺讲的 罗清顺的哲学头脑呢 有点偏颇 然后当代的学者呢 又抓着心极理跟性极大作文章 认为这是两套不同的 这个本体论 两套不同的形上学 两套不同的功夫论 这是蒙中山先生 大难心极家的做法 这个解读也是不对的 朱熹讲性极理 但是王阳明讲的比较多的是功夫论 但这里呢就在讲 心上学普遍原理 心字本体只是天理 原无非理 无非理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天理的价值意识的内涵就是仁义理智 理就是仁义理智 这个才是你的真极 所以天理跟真正的人性呢 仁义理智的价值意识的内涵是一样的 真极就是真的人性 真的人性就是真的天理 真的天理的真的人性就是仁义理智把它弄出来 所以 而木口鼻 躯壳都用仁义理智的价值目的来指导它 所以才说非理无动 非理无视 非理无听 非理无言 非理无动 理呢就是仁义理智的理 所以你可以用一个字理来讲 也可以用四个字人来讲 也可以用人一个字来讲 这样 若无真极 那真的是躯壳 有了真极呢 这个躯壳呢就是践行的道的主体 若无真极便无躯壳 那没有 王玉玉在这里稍微有点 我们所讲的这个唯心论的意思 没有人性就没有人的生命 没有天道天理就没有天地万物 没有天道天理就没有天地万物 这思路是可以的 那因为天理跟人性是同样 所以没有人性呢也就没有人 也没有人的身体 这样的话真的有点唯心论的意思 但这个 反正王阿弥也主要不是要谈这个 行上学的问题 是要谈功夫论的问题 没有真极便没有躯壳 所以真是有之即生无之即死 若如真为那躯壳的己 反正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人没有道德 你还叫做人吗 一个人的生命的出生 就是为了践行追求道德理想 才会有人的生命 人的生命的历程的一生 所以你没有了这个道德理想 那这个你活着跟死有什么两样 就没有意义了 有之即生无之即死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你自己活着的这个生命着想 这个躯壳着想的话 就必须要用人意理智的价值意识这个真极 来作为行为的主宰 要常常保守这个真极的本体 要戒胜乎其所不闻 恐惧乎其所不闻 戒胜乎其所不闻 恐惧乎其所不闻 任何时刻都要自我要求 唯恐亏损了他一些 稍微有一点非礼懵懂便如刀割如针刺忍耐不过 必须去的刀拔了针的 王阳明是这样做工的 我们一般人是 逮到有机会可以不劳而获 逮到有机会可以假公祭司 就偷偷摸摸的切切的暗中高兴的不得了 王阳明呢 可以假公祭司 可以损人利己就亏损了 心如刀割啊 好像被针刺了 没有办法忍耐 就是不好意思做不对的事情 仁义理智的义 修悟 不好意思做不对的事情 做不对的事情好像针刺好像刀割 一般的人 小人做不对的事情 兴奋的不得了 那就是躯可起念啊 放逸了嘛 就是纵运 这就是君子小人的区别 小人呢就怕没有机会这个利己 君子呢就怕一点点地为己而损人了 损人而利己 对君子而言如刀割 如针刺 忍耐不过 必须去了刀拔了针 把这个恶念去掉 去人于存天理 才是真正为了这个真己的生命 努力的克制自己 文明说 萧惠同学 你现在正式认贼做子 居然还讲说有慰己之心不能克己 贼是谁呢 你把耳目口鼻之语用在 美色美声 驰骋天裂这些事情上 这是害你的 谁会害你呢 贼会害你 可是呢 你却把贼当做自己的儿子 或者把贼当做自己的爸爸 去爱护他 去爱护会害你的人 爱护会害你的行为 就是放纵耳目口鼻之欲 所以你前面讲躯壳起念 讲未己之学 都讲的不对了 其实教会在概念的实用上 没有什么不对 只是王阳明在概念的实用上 任何时刻永远收回来 在主体之心 在本体之心上 差别只是差在这个地方 好 那这一段很长 我们讲了 后面还有一个消费 那我们先看一二三 有一学者并目 齐齐甚幽 先生曰 而来贵目见心 哎呀我这势力不太好 碰到王阳明教授 你不要跟他讲你势力不太好 你也不要跟他讲说 最近有点耳鸣这样 你也不要跟他 王老师讲说 你长了青春痘这样子 你如果长了青春痘 王阳明就会跟王阳明讲 长青春痘 王阳明就会说你贵痘见心 那你如果跟王阳明讲说 哎我最近太胖了我要解释 王阳明就会讲你贵肉见心 比如说你碰到王阳明的时候 你只能讲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 为天下人服务的事情 然后呢 不要有任何私利的考量 那王阳明就会跟你谈 如何去做哪些 为天下人服务的事情 了 儒者就是要做 为天下人服务的事情 而没有在区隔上起念的 不是说你不需要照顾身体的健康 而是说你最关心的是哪一件事情 好不容易的几百个人聚在这里上课 我们不在那谈仁义理智 谈天下的责任 谈复兴中国文化 谈中国的强盛 就谈哎呀我最近眼睛有点模糊 耳朵有点耳银这样子 口容有点干燥这样子 最近变胖了 然后这些叫做小人群居终日 所以言不及异 好行小会难以灾 而乃桂木见心 所以对王阳明而言 你时刻要思考的都是利他 人以理智的事情 所以做一个儒者很累 做王阳明跟陆向山的学生很累 因此会有人想做庄子 所以我们在看孔子呢 这个风息 呼吸五语而归呀 然后争点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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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孔子五语典译 人有时候要不要满脑子都是道德意识 人有时候要放松一下 你根本不是在为恶嘛 但你只是放松一下 好 那这个学者呢就是有点白目 王阳明已经要上课了 人家跟他讲哎呀我视力太好 我最近变胖了这样子 指甲油叉的颜色有点不对 应该换一个盘子 你惨了 贵指甲油见心 好这一段话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很生动活泼的现场 那这个 碰到王阳明这种老师呢 每一个学生 一定要alert 实时保持警觉心 我们来看一二四眼就非常好笑 消灰又来了 消灰好先士啊 王阳明成长的过程当中 十几二十岁的时候 他常常打坐 常常学这个道教的神仙术 行导引术 也有了一些小神通 但这些是这些武功呢 没有办法帮助他 这种朝廷的仁义价值啊 没有办法帮助他除去山中的盗匪 因为他关心的是家国天下 老师光先生说 王阳明呢是这个 精略 人间世界 这种人物 就是 就是从政的这种人 治理天下的这类型的人物 不是在那边做 耗耸全境做理论研究 那个类型 虽然他在这方面成就 非常的大 那两方面成就都很大 好 那因为王阳明是要治理天下的 所以他既学兵法 也学这种 道教的神仙修炼术 佛教的打坐禅定 但他最终选择儒家 就跟他本身的性格有关系 但王阳明就在这里 他不只是性格 不只是生命道路的选择 他还同时是什么 同时转出 成为他自己的这个理论的建构 所以王阳明的哲学理论里面 有非常多的 把道佛的东西吸收进来 成为儒家的东西 而这样的一个思路呢 在当代心理家 摩中山先生的理论体系里头 就到处都有这样的痕迹 好 那这也是儒家的理论的建构 我个人认为 就溢出了 跨出了儒家的理论 可以谈的范畴 因为道佛所谈的是他在世界 道佛所谈的是生死的过程 而这些东西呢 从孔孟在知识上都没有进去 中英异传在知识上 也没有真正进去 那王阳明因为他自己做过 道佛的这些修炼术 所以他认为他进去 因此他认为他可以掌握那些知识 因此他认为那些东西呢 可以在他的儒家的自良知识学说的理论系统内 天理的理论系统内 所以就稍微有点轻视那方面的道佛的学问 我要瞧瞧就是说道佛的世界观 没有那么单纯 那王阳明接触了一些也不是真正很进去 所以不可能在王阳明的儒家的理论系统内 解决掉道佛的理论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王阳明选择儒家的价值意识 作为一个儒者 建立儒学的体系 这是完全正确 是没有任何错误的 选择什么价值 关心什么范畴 家国天下 还是地狱 还是天堂 还是篮球场 还是教室 还是铁工厂 还是操场 还是这个什么什么 你关心哪里 都是对的 没有什么不对 但道佛的世界 确实是天上地下 他在世界 好 总之王阳明选择了儒学 所以呢 王阳明就警告 消费 无自由 赌治二世 既有所得 当时觉得儒家还不如 道果 后来居于三载 见得圣人之学 若是其简易广大 自探悔 错用了三十年 气力 被发配到贵州 农场义 这个食物良知之学 其实就很简单 我到底是卫工还是卫司 这个东西很简单 孟子已经讲清楚了 公司 毅力 只便 这个东西呢 才能够让天下大治 才能够让国家兴盛 所以呢 对儒家而言呢 儒家就是要治国的 对佛教而言呢 佛教不一定 打力气 全部用在治国上 当然建构一个佛教的 政治体制的国家 也不是坏事 也不是坏事 但是佛教确实关心的问题 太远了 所以 佳国天下的事情 释迦牟尼不是自己放弃了王位吗 佳国天下的事情 不是眼前最切近的事情 生死是大 比佳国天下 还要更根本 好了 因为王位明关心佳国天下 这良知 儒家的良知 立他卫功 就能够清楚地 抉择 清楚地 知道该如何 行止 进退 所以呢 不需要再行导演书 不需要在那边发神通 二世之学呢 奇妙与圣人之友 毫力争之间呢 他跟儒家之学 其实 很相近的 至少在 心理修养上 先是 也非常的高明 但是在治国平天下上 先是呢 那就 这个 弱于儒者吧 所以呢 王位明要走儒家的路 好 好 重点就来了 这个消费被K头的重点就来了 如今所学啊 其土居 杂志心自好弱子 吃消窃服属 吃消窃服属 庄子就会讲这个话 大朋友怎么会吃你这个烂老鼠肉呢 大朋友要吃的是 天山上面的这个鲜果 几百年才结一颗果 吃下去之后 活几千年 不需要再吃别的东西 我怎么会想吃烂老鼠肉呢 先佛好的东西跟儒家是很接近 但是呢 消费你好仙士 好多你可能跟我年轻的时候 好多的东西是一样的 一些神通 一些导引之术 一些身体健康 一些算命预测的东西 这是雕虫小鸡 这个东西就好像蜂蜀一样 被治国平天下 派不上什么用场 所以呢 你喜欢这些东西 你喜欢的是先佛的烂东西 土居 好 所以呢 吃消窃服属 大丈夫 践行 治国平天下 就你拿来那边拨弄精神 拿来那边倒影 知道朋友从外面来了 算命这样子 雕虫小祭 不是大丈夫之时 所以呢 道佛营你也没搞好 搞成了土居 所以批评 消费好仙士 王阳明这样讲完以后 作为王阳明的学生 应该怎么样 应该去学 无辱的珍贵 结果呢 消费竟然是问 王阳明什么 因为王阳明刚才讲说 这个奇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 也就是说 消费满脑筋想的还是 仙士里面的 如果能够成为神仙 晚上睡觉的时候 飞出去这样子 看到人家在做什么 想到这些 变成了一种 杂念 妄想 那么 二世之庙在什么地方 这一问 惨了 老师生气了 老师说 我已经跟你讲 圣人之学简易广大 你不问我后来 开悟以后选择的道路 却问我 后来 开悟了以后 舍弃的道路 我后悔错用了 三十年的力气在道佛上头 你居然问我后悔 你还算是我的学生吗 这个责备 重量级的责备 作为儒者就是价值选择的 消费呢 就搞不清楚儒家的价值在哪 所以还要问 先世的妙 二世之妙 难怪被老师K K投 K投了以后呢 各位朋友请注意 真的碰到我外面这种老师 真的非常的危险 就是说 脑筋不清楚 你犯错误会连续的犯错 已经被老师K投了 好 这个 一开始好先世 被K投 讲了半年以后呢 竟然问二世之妙 严重的K投 被K投以后 惭愧 道歉 然后呢 请问圣人之许 这个时候你不要再问 你看王阳明怎么反应 如今只是了人事问 就是 你是在应付我老师 是不是 随便问一个问题 把我打发走 我关心仁义理智的 治国平天下的事情 我跟你讲不要去管 道佛的东西 而你现在呢 这个被我K投了以后 应付我 问我仁义理智的东西 圣人之学 你根本就没有立志 而且圣人之学本来就很易解 不过就把良知提起来而已 就是你自己去做就对了 代入便半个真要求为圣人的心 我再来跟你说 这是要说什么呢 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在谈这样的意思了 你去承担什么事情 去哪里埋伏 打敌人 打盗粉 去哪里办事业 就黎明于水火之中 做那些事情 去做 就是你的圣人的心 好 所以呢 这个 消费呢 第三次犯错 各位朋友 消费只犯了三次错误吗 错 外面已经说 你不要了人事问 所以有一些人 就是问 就问儒者 道佛的问题 也是一样 你常常问佛教 儒道的问题 这个都不对 人家不让你问了以后 那 那 那 问儒者 那儒家的问题 人家已经跟你讲说 你要自己意志 专注的去做 这样就对了 结果呢 你也没有意志专注的做 你还是在知识上要询问 老师已经不跟你讲 不跟你讲意思说 你现在去做就好 但消费呢 还是没有去做 还是以为是知识上的事情 所以怎么样 再三起 这是第四次犯错 更严重的错误 就怎么样 就死缠烂缠 老师那你跟我讲到底儒家要怎么做吧 啊 累死了 一语辱一句道尽 辱上字不会 我爱明讲过了什么呢 讲过了就是意见 那意见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爱明又不是今天才讲课 又不是消费你第一天去听课 儒家的所有的东西 知良知知行合一 我爱明讲过太多次了 去做就好了 再三请 再三请以为对老师恭敬 其实是没有礼貌 蔡根坦就有一句话 戴君子不难于功 难于有理 消费点头啊 如捣算啊 再三请老师啊 求你跟我讲啊 恭不恭敬呢 非常恭敬 有没有礼貌呢 非常没有礼貌 前面是了人士问 告诉你自己去做 代入半个真要求为圣人的心 你还是没有在这里进行反省 在这里惭愧 还是要在课堂的场合上 掌握一个发言的权力 再三请 你以为你是有钱的圆外是不是 花钱买 老师讲课给你听 再三请 所以我爱明就烦死了 依辱一句道尽 汝上自不惠 好 各位朋友 这一刻 这一段啊 非常的精彩 说明了怎么样跟圣人等级的 王阳明这种人物呢 沟通互动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到 王阳明严厉人邪 如果是陈昊呢 就会笑笑的跟他讲这样子 那王阳明严厉人邪 那销慧呢 又过于奴顿 过于奴顿 这让我们看到子路跟孔子 子路虽然常爱孔子嘛 子路倒不是鲁顿 子路只是个性 这个强一点 而销慧呢 就真的在资质上有点鲁顿 没有掌握王阳明的思路 好我们看125条 有关时问 未发之中是如何 好 对于王阳明而言 未发之中就是性体 就是本体 也就是你的良知良能 先生曰 但戒胜不堵 恐惧不闻 养得子心 纯是天理 就自然能够看到你的良知良能 就能看到你的未发之中 未发之中就是我们的本性 仁义理智的价值意识 本性 也就是良知 所以呢 人家没有看到 你还是认真做 人家没有听到 你还是不会乱讲话 讲任何事情都符合天理 而不是放纵人欲 你的良知就在呈现了 你就可以看到了 学生继续侵略视气象 老师可不可以再讲一下 具体操作的状态是什么呢 所以王阳明是一个什么 功夫论的学者 如果是个社会科学家 他就会从你可以做什么事 那怎么做来讲 这样子 如果是形上学家 会继续说 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 完全符合那个本体 这个本体就是天道 那个天道就是天理 天理的价值意识仁义理智 儒家的价值意识呢 跟老子的价值意识 无为有同有异 跟庄子的价值意识逍遥呢 差别的比较多 跟佛教的价值意识 波罗智菩提心呢 又是有同有异 谈了很多 不断的谈 不断的谈 让听的人呢 觉得自己听到了很多 到底有没有进去 那是另外一个 但王阳明是一个 讲功夫论的学者 王阳明更是一个什么 讲做功夫的学者 讲做功夫呢 就会要求学生 直接做功夫 而不是还在讲 既不是在讲 如何做功夫 也不是在讲 做功夫所依据的本体 禅宗就是这样子 那 照外别传 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唯摩洁居士跟文殊师利菩萨 再讲般若空性的智慧 很多菩萨就发表了意见 文殊师利菩萨也发表了意见 发表完了以后 请唯摩洁讲空性的智慧 等了半天 唯摩洁不吭一声 又等了半天 文殊师利自己讲 对 这个般若空性的智慧 就在那个状态之就好 讲什么都是多余的 就去做就好 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就做就好 所以你到底还有我讲什么 天理的气象呢 天理就是 你只能管你自己的天理 你只能管住你自己的人欲 不要放纵你的人欲 呈现你的人欲 你知的善良的本性 把你的天理呈现出来 所以你要处理你自己的事情 你有什么病 是你自己的病 你的个性跟我的个性不一样 你的缺点跟我的缺点不一样 你不会的东西跟我不会的东西不一样 你去把你不会的东西 变成会的东西 把你的缺点变成你的优点 就是你在戒身不读 恐惧不稳 就像雅子吃苦瓜 与你说不得 因为他没有语言的能力 说不出来的 每一个人状态不同 你要知此苦 还需你自吃 所以未发之中如何呈现呢 因为去人欲存天 你有什么人欲 自己知道 不必讲出来 克制你自己的人欲 就是在未发之中 至良知 所以 还需这个苦 让你自己吃 因为你的缺点 跟别人的缺点 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不同的 难以克制的人性的欲望 是不相同的 所以要自己做功夫 不是还是在讲知识 讲道理的时候 时约人在旁 如此才是真知 即是行矣 就要自己做 一时在座诸有皆有行 这个记录者是这样的记录 事实上是不是真的有行 行道理行到什么程度 是销汇那个程度呢 还是观时的程度呢 这也很难讲 好 各位朋友 销汇又来了 我们非常欢迎销汇 因为销汇很可爱 因为销汇呢 这个增加我们上课的乐趣 好 销汇又来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因为这边已经 时间 快九十分钟了 我的喜马拉雅的收音呢 是要暂停一下 然后换一下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在讲 阳明心学 传习录的文本导读 那这是传习录上 上的最后几条 那这几条呢 这是依据这个 陈荣杰先生的 王阳明传习录集大学问 这个版本 编的 这个号词 第126条 那我们刚才讲完125条 好 126条又是讲销汇 销汇是一个常常闯祸的学生 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坏事 而是他问的问题 就最不能够掌握到 阳明的心思 所以呢 成为了一个强烈的反差的对比 让王阳明的学问呢 可以透过骂骂这个 消费的笨问题 而反而可以让我们读者 更准确地掌握 阳明的思路 消费问生死之道 好各位朋友 对儒家而言 生死只有杀身成人 舍身取义 什么意思呢 只有仁义是要关心的 生死不是大问题 生死不是重点 各位朋友 对佛教而言 生命 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面对生死的了解 以及解脱 原始佛教看到 生命的过程充满了痛苦 生就有老病死的痛苦 希望能够没有老病死 希望没有死亡 好 那就是不要生病 不要生病就不要老掉 不要老掉就不要有生命 不要有生命 怎么可能在父母亲的肚子里头 跑出来呢 一直追溯一直追溯 追溯到我们个人自己的生命 在无始节的业力里面 对一念无名而产生的种种 那么破除掉根本无名 就回到根本无名之前的 觉醒的 觉知的 智慧 永生不死的 阿罗汉的果位的智慧 彻底解决生死的问题 所以佛教是真的面对生死的问题 在处理的 儒家呢 治理国家 天下大治 天下太平 的时候 个人生死 怎么处置 必要的时候 杀生成人 舍生取义 未公妄私 未法捐躯 所以呢 要追求的呢 还是什么 还是服务天下的 伦理道德的 仁义理智的价格意识 所以 那晓慧这样问的时候呢 王耀明一开始就知道他 没问对问题 他想的就是前面那个 问道佛 先佛的那种问题 可不可以得到 长生不死啊 那神仙道教就是追求长生不死 那儒家不是追求这个 儒家是追求 天下太平 天下为公 国君行人正 百姓过 富裕的生活 所以儒者呢 是这个 大丈夫 为天下百姓的 这一条思路 好 消费没有掌握到 这个思路 王耀明就说 知昼夜 即知死生 王耀明的回答 清不清楚呢 一点也不清楚 知昼夜什么意思 地球科学上 意义的昼夜吗 还是这个社会 伦理道德意义的昼夜呢 显然不是地球科学意义的昼夜 而是伦理道德事业意义的昼夜 伦理道德事业意义的昼夜 什么意思呢 就一个人 白天 就要为天下福 晚上就好好睡觉 养足精神体力 第二天 继续为天下福 这就叫做知昼夜 知昼夜即知死生 死生就是活着 好好为天下福 死了以后呢 留个清明在人间 这是如此 佛教呢 死了以后呢 下辈子投胎到更好的 又死了 投到更更好的 又死了呢 最后呢 完全不必再投胎 这个过程当中呢 不断的修养自己 也不断的呢 带领别人走这条路 所以佛教再怎么入世 始终是彼岸的哲学 所以佛教知死生是这样的 断生死 儒家知死生呢 是生死不是重要的事 养生送死是很重要的 就是治国平天下 家国平 家国天下 社会伦理道德意义的 服务的人生观 才是重点 知昼夜知死生 都是这个意思 消费根本没明白 那昼夜之道呢 难道消费是要问 地球自转公转的问题吗 显然不是嘛 那国安民就说 知昼则之夜 什么意思呢 你白天该干什么 那你就知道晚上该干什么 白天该干什么呢 对于学生而言 进教室上课 上课的时候不要打瞌睡 下课了以后 进图书馆护习 晚上早点休息 养足精神 第二天早上继续好好上课 所以知道白天该干什么 就知道晚上该干什么 知昼则之夜 学生就说 昼夜有所不知乎 这个学生就 这个消费就说 老师你到底在讲什么 咒有什么好难知的 天亮的就是咒 黄阳明说 你知咒吗 你知道白天该干什么吗 消费的意思就是说 谁不知道白天长什么样子 太阳出来就是白天啊 谁不知道晚上长什么样子 太阳下去就是晚上啊 老师你到底在回答我什么 咒有什么好不知道的 夜有什么好不知道的 王阳明说 你知道白天吗 王阳明的意思是说 白天该干什么你知道吗 萌萌而新 春春而始 行不走 洗不茶 终日昏昏 只是梦咒啊 你的白天根本在那做梦一样 没有好好利用你的时间 秀称其他治国平天下 为天下人服务 你浪费了你白天的时光 你不知道白天 好了这根本就不是地球科学意义的白天嘛 这是伦理道德事业意义的白天 人生哲学意义的白天 生命的目的意义的白天 儒家价值观意义下的白天 唯喜有仰 顺有存 此心心心明明 天里无一席 间断才是能知咒 时时刻刻 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立他服务的事情 好好的做 天里无一席 这个 天里无一席 间断 这才是知咒 就是知道白天该干什么 也就是知道为人处事该做什么 这才是天德 才是通乎咒业之道 谈什么死生啊 想太多了 为之生焉之死啊 未能是人焉能是鬼 就是孔子的这句话 从孔子开始就是这样看这件事情 不要谈个人的死生 谈如何为天下服务 这就是儒者 所以儒者是入世的哲学 家国天下的社会体制的哲学 不是出世的哲学 好 消费又结束了 我们看下位同学的问题 马子星问 修道之教 就说为圣人品节无性之故 以为法于天下 若礼乐行政之术 此意如何 之前有别的学者在解释 天命之位性 率性之位道 修道之位教 讲到修道之位教的时候呢 就落实在礼乐行政 就是圣人去反思一个人的人性里面 所固有的人义理智的本性 然后把它发挥出来 扩充出来 为天下服务 然后就落实在这些公共政策 社会事业上 叫做修道之位教 天命之位性 率性之位道 修道之位教 利用社会建设 社会教化 来完成个人的人道 人道就是本性 本性就是天命 就是天理 这样讲法也很好啊 但王阳明呢 始终是纯粹化主体意志的 这种本体功夫的思路 所以呢 礼乐行政不是不可以谈 但重点还不在礼乐行政 在什么 在诚意正心 在这两支 在本性的提起 在本体功夫 所以王阳明说 道即性即命 本事完完全全 增减不得 道即性性即命 天命之位性 率性之位道 修道之位教 被教即道即性即命 又把它往回推了 推回中庸的天命 天命一开始就是善的 人性也是善的 所以修道也是善的 这个教化呢 礼乐行政呢 还是善的 就要回到这个善的 天理的本质 增减不得 不假修士 何须要圣人品节 却是不完全的 物件 这个 从天道而言 完完全全 增减不得 从人呢 人虚伪的多 怎么可以不假修士呢 就必须做功夫啊 否则何必谈 去恶向善呢 所以呢 如果不是谈的境界 就不能这样说 如果谈的境界呢 确实可以说 何须圣人品节 因为那是不完全的物件 谈境界 孔子说 其实从心所欲不欲取 你不必对我任何的要求 我怎么做都是对的 如果不是圣人的境界 一般人你就必须给他 礼乐教化 人文化成 导致以正 其之以理 不行的时候呢 导致以德 其之以理 不行的时候呢 导致以正 其之以行 就是他太不受教化的时候呢 你还是得把行拿出来啊 所以呢 这个 面对一般人 还是需要这些 本来就需要这些 治理国家 就在这些事情上 王耀明讲的是圣人 圣人体节天道 不必落实在礼乐行政 何须圣人品节 好像是不完全的 其实呢 本来就有 礼乐行政治天下是法 故意可谓之教 但不是子私本职 不是说这些不行 他本来就是治天下的执法 是落实教化的工具 表现教化的形式 但根本而言呢 是每一个人要体贴天理 呈现 人以理智 价值意识 呈现你的良知良力 如果你呈现的很好 不需要这些礼乐行政 来约束 外在的控制 若如先如之说 之前讲的这种礼乐行政 这个说法呢 下面由教入道了 入道的 为什么舍了圣人 礼乐行政之教 别说出一段戒 圣恐惧功夫 却是圣人之教 为虚设矣 王安民从上面讲下 可是他不往下面讲 只讲上面 圣人之功夫如果做得好的话 不需要这些教化 不过呢 一般人呢 就是需要这些教化 所以圣人呢 就藉由这些教化 神道社教 藉由种种的教化呢 让百姓去恶向善 好 但是王安民要强调的是 回到每一个人的本心 回到圣人的境界呢 这个 那就是这个 守住良知良能就可以了 戒圣护其所不断 恐惧护其所不断 护君子必顺其毒也 自我们要求自己就好 不必用外在的礼乐行政 来做要求 否则何必讲戒圣恐惧功夫 戒圣恐惧功夫做了以后 就不需要这些外在的 教化的节制了 好 学生又行老师讲的更细节 更清楚一些 更深入一些 那王安民认为这个中庸是子思做的 那孟子是孟子做的 论语是论语 孔子 论语孔子 然后中庸子思 然后孟子呢 孟子 孔子子思 孟子 论语中庸 孟子一贯相成 孟子 孟子 职信道教 从本原上说 本原上就是 每一个人自己做功夫 依据着良知的盆体 自我要求 自作决定 大虔夫的行为 这就是本原 而不是 接受 外在礼法的规范 才不去闻恶 而是自我要求 圣读戒圣恐惧 这就是本源 天命于人则 命便为之信 天命之为信 率性之为道 修道之为教 性道 命性道教 天命性道教是本源上一贯的 若是发挥出来的行为 自然可以便为之教 所以率性那是成者是 自己成义 单纯的人义已知的价值意识 不间断 叫做自成名为之信 修道成之者是 自名成为之教 圣人率性而行即是道 圣人就是自成 但是圣人以下一般人 未能率性 不能够所有的行为都依据于 人义已知的天命 天理 本性 性善论的本性 不能够完全依据这里 于道未没有过 或者是不及 故需修道 所以 就是讲的一般人 所以要成之者 成之者 自成名为之教 自成名为之信 自名成为之教 就是成之者 就叫教化 修道则贤智者不得而过 于者于不孝者呢 不得而不及 这都要寻着 这个道 则道便是个教 所以 即便我们在教化上落实 教化上呢 还是要依据这个道 所以呢 依据道 合一的行为展现出来 就是一个教化 这就好像就是说 孔子的人跟理的关系 你有仁德的 关怀别人的胸怀 你对任何一个人 做的行为 都会是有理的 合理的 你对他呢 没有关怀 你只守着古代 留下来的遗截 看到长者呢 要让座 老头 那位置给你去坐 这样子 这有理吗 没有理 你符合了让座 的行事的理 但你不真正关心那个人 如果真正关心那个人 就算没有位置 你也想办法来找一个位置 你也非常客气 很小心地请他坐 生怕他不小心摔倒了 歪倒了 受伤了 所以 内心有人 做出来的行为 自然是合理 道跟教的关系 就是这样 我们要强调 这一点 本源 教跟天道至教 风霜雨露 无非教也 是教 是同 也就是 适合于天道的行为 展现出来 就是一个教化的典半 这样子 而不是你在外面 用这个礼乐行政 来做外在的规范 外在的约束 好 不小心被电话打电 人能修道 然后能不为于道 以复其性之本体 那修道复性之本体 然后又回到率性之道 回到天命之性 这样子 下面戒圣恐惧 便是修道的功夫 综合复其性之本体 天命之位性 率性之位道 修道之位教 道也者不可虚离的 可离非道也 故莫先乎隐 莫先乌闻 戒圣乎其所不睹 恐惧乎其所不闻 故君子必 盛其读也 寻来的威发智慧中 这个发二阶 众结之位和 众业者天下是大本 和业者天下是大道 就是中庸手上的句子 所以下面戒圣恐惧呢 讲是修道的功夫 一个原则 王小明永远谈的是 主体性的价值自觉 主体的主宰就是心 心用良知 仁义理智的本性 也就是用天道天理 来作为心的指导原则 主宰的原理 就是富其性之本体 所以用本体功夫解释 中庸的天道 天命之位性 率性之位道 修道之位教 以及戒圣恐惧圣读的功夫 以及至综合的功夫 易经讲 穷里尽性 以至于命 综合未欲 便是尽性之命 后面就讲 至综合 天地未焉 万物欲焉 天地万物呢 透过我的道德意识的对待 我都处置好了 那这就是易经在讲的 穷里尽性 以至于命 专领易经的话 穷里尽性 以至于命呢 这句话 还大有文章 这个陈浩跟陈于都强调 穷里尽性 以至于命呢 这个三世都合起来 就是一件事 那朱熙也在那边讲穷里 穷里又涉及到性己理 尤其涉及到格物置之 那置之也就是穷里 就涉及到理器论 那就展开另外一段 被误解的里程 好 那我们在这里就不发展下去 反正王阳明就这样的解释 这是对中庸这段文字的解释 一个原则就是 王阳明不管怎么解读文本 都回到提起本心 提起良知 本体功夫 制作主宰的这个思路上 来讲 所有的命题跟概念的意思 也就是一个本体功夫 论的理论的形态 而朱熙呢 在功夫论上呢 他当然也讲本体功夫 但他也讲功夫次第 而朱熙呢 更多的会讲 形上学的原理 这是两个人的 理论上的一个根本的差别 至于个性呢 王阳明根本就是 金氏寄明的英雄豪杰 朱熙呢 这是好手穷金的大学者 大学问家 两个人都伟大 好 所以呢 不要因为王阳明 有一些理论上对朱熙的批评 就以为朱熙提出了什么 很烂的理论 没那回事 朱熙的理论都是非常好的 同时呢 也不能因为 陆江山王阳明 说朱熙很支离 就以为朱熙功夫做不到家 朱熙做了几十年的学问功夫 这不是 大的 坚定的意志 不是大的捍卫 对儒家价值意识的大圣人大豪杰 谁能做得到呢 让你天天读书能做得到吗 让你天天讲课能做得到吗 朱熙能做到 所以朱熙是学者型的 好我们再看128条 皇城府问 先如以孔子告延渊 为邦之问 立万事强行之道 如何 那这个 延回延渊 讲 孔子跟延渊讲 为邦之道 讲了些什么东西呢 在这里 延渊问为邦 子曰 行下之时 成因之落 无周之名 悦则少我 从政生也宁人 政生也宁人待 孔子讲了一些话 学生说 这是立万事强行之道 文外面觉得 不是 为什么呢 立万事强行之道 是什么 价值意识的决断 这些只是那一个时代的 可以说全面就是 理学行政 就前面所讲的那个 教 理学行 那一个时代的一些具体的做法 不是万事不朽的原则 万事不朽的原则就是 君子就是要为天下福 国君呢 就是要行人正爱百姓 这才是万事常行之道 那为什么孔子会这样回答延渊呢 那是因为延渊在 这种根本的大事上 已经OK啦 所以呢 孔子就讲一些操作的细节 但是如果是对一般人来讲的话 要讲根本大道 我们看王安民的回答 言子具体圣人 具体而为 言子已经达到 快达到圣人的境界了 其为邦的大本大缘都已完备 一般人是没有完备的 所以呢 如果一般人问为邦之道的话呢 就应该是另外一番讲法 王安民比较想强调是另外一番讲法 因为这些讲法太琐碎了 夫子平日知之以身 知道延回本体功夫已经做到家了 所以不必再多说 只就制度文维上说 所以这些事情呢 对像王安民这种科举考试第一名的 这个等级的人 这都是小事情 制度文维上说 关键的事情是价值已是个人的道德自觉 当然 此等处义不可忽略 需要是如此方尽善 又不可因自己本领事当了 便于防范上输扩 所以还是在细节上要落实 这些话都是没有错的 仿正圣远令人 这些事情都是要做 而且呢 你要做到位 但是呢 更根本的是前面一阶段的功夫 就是大本大缘的功夫 只不过大缘大本的功夫呢 大本大缘的功夫 延回已经做好了 延子是个克己向理得上用心的人 所以内在的大本大缘的自我要求 延回已经做得很好 所以呢 这个孔子在回答他问维邦之道的时候呢 那就在讲外面的东西 比如说王阳明心中预设了内心的东西 里面的东西更重要 至于延回孔子恐惧外面 末节会有殊虐 故就他不足处帮补说 如果不是延回来问问题 如果是别人 那一定要 虚告之意 是吗 好 会没有 这一段就是王阳明认为的 为邦 大本大缘的 为正在人 取人以身 修身以道 修道以人呢 政治工作呢 是人在做的 人呢 是他的身体在做 就是这个人的整体 这个人的整体呢 要用道德意识来主宰他 道德意识呢 价值的内涵是人 人是什么 普遍无私的 对所有的人的关爱 这就是你的道 天道的主体 你修身的价值意识 这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 人呢 是做政治工作的主体 达到 酒精 成生 许多功夫 方式做得了 这个根本要掌握好 就是人意理智的价值意识 以为人的根本 然后为天下人服务 从事政治工作 这个根本掌握好 天下之达到 什么什么 酒精有哪些 成生的功夫呢 方式做得了 这个才是万事长行之道 所以王耀明 喜讲本体功夫 不喜讲具体的细节 言人问 孔子回答 竟然是在具体的细节上讲 所以王耀明说 这不是万事大本 是因为 言人本体上已经OK了 所以孔子呢 就细节上说明 当然他也是很重要 不然 只去行了下世 成了阴落 服了周缅 做了扫武 天下就能够治理得了吗 那孔子的东西呢 到今天还可以用 可是并不是下世 阴落 周缅扫武 而是什么 那一个利他 为天下人服务的 大本大元 因为时代改变了 环境改变了 科技条件改变了 文化 文化这个 的这个文明产品改变了 政治体制也改变了 所以不是这些东西了 但是论语的价值 还是在今天存在 这个存在是公私毅力之变 君子小人之变 行人正爱百姓的价值意识 是为正以人再取人 为正在人取人以身 修身以道修道以人 这句话就可以万事不改变 但如果是下世音乐周面少武 这些就会改变 后人但见孔子 颜子颜回是孔门第一人 又问个为邦 便把做天大事看掉 胡安明意思就是说 孔子讲的成因之落福 周知勉 月则少武 这些事情就算是到了 王阳明的时代 也已经没有人在搞了 你恢复这些东西干什么呢 但是在孔子那个时代 那就是这些东西 可是呢 背后真正的根本是 为正在人取人以身 修身以道 修道以人 这才是为正真正的根本 王阳明替孔子写了 为邦之道的补传 就像朱熹 替大学写了 格武智智的补传一样 好我们看129条 蔡熹渊 文公 就是朱熹 最后一条了 朱熹呢 大学新本 先格制 而后成义功夫 赐予首张 次第相合 若如先生从旧本之说 成义反在格制之前 于此尚未释然 这就涉及到大学的这个古本 跟这个朱熹重新修订的大学的新本 那朱熹修订的这个大学的新本 前面也都一样 到这里都一样 到这里都一样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些古文的引用 朱熹重新做了次序的安排 这个次序的安排就想要符合明明德 清明指于至善 所以说是明明德 又举了这几条说是清明 又举了这几条呢 这个说这个是 指于至善 接下来呢 这个接下来就要谈 大学接着就谈 这个所谓成其义者 无字其也等等 那就怎么样 格物置之就没谈 所以朱熹就替大学做了一个补传 是格物置之 所谓置之在格物 也置无置之 己物而穷理 人心之灵莫不有知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唯于理有未穷故知有不尽 是以大学使教必使学者 既凡天下之物莫不殷其 以知之理 异穷之 求智乎其极 至于用力之久 一旦豁然贯通呢 众之表里精出无不道 无心全体大用无不明 此为格物此为知之至 然后才是大学补本的 接着这个诚意往下讲 王阳明讲大学呢 就按照大学补本 所以强调诚意 然后呢 正性再补充一下 至于格物之之呢 就完美用他自己的意思去理解 智之就是智良之 格物呢 就是格处心中之物欲 这样 所以呢 跟诚意诚心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好 学生就这样问了 文工就是诸锡 好 大学心本呢 把格制补钻补上去以后 先格制后成义 符合大学本来讲的 欲明灭于天下 先治国 其家修身 这个诚心 诚意诚其义 先知其知 智之在格物 误格而后知智 知智而后 这个义诚 义诚后新诚 新诚生修 加起国之而后天下 乌有本末 事有宗事 之所先后 则进道理 这是大学本来的次序 所以诸锡家的格制补钻 反而符合这个大学的首章的次第 那如果按照大学股本呢 反而好像太强调了这个诚意报 那诚意反而在格制之前 王安明就回答 大学功夫就是明明德 明明德呢 只是个这个诚意 这话是没有错的 诚意呢 只是格武制之 请注意对王安明而言 明明德的意思跟诚意的意思 跟格武的意思 跟制之的意思 就算拿正心来讲 也还是同样的意思 拿修身来讲 也还是同样的意思 都是一个本体功夫的意思 以诚意为主去用格武制之的功夫 功夫时有下 格武制之本来就是格取物语 制之就是智无心之良之于事实物语 它本来就是诚意的意思 所以本来有功夫次第意义的大学文本的这几个概念 对诸习而言 都是同样的本体功夫 只是用了不同的字 在不同的侧面说同样的本体 但是又得好像表面上符合这个功夫 次第的这个形式 所以就说 这个以诚意啊 来为主 去用这个格武制之的功夫 功夫才有下落 为善去恶呢 这个是诚意的事 为善去恶是格武 按道文明的事去交 无善无恶心之底 有这样有关意识 这算这个是良知呢 为善去恶是格武 这没有讲 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 当然也可以这样讲 那意思就是说 格武的意思跟诚意的意思是一样 格取物欲 为善去恶 但本来格武呢是研究事物 好 心本先去穷事物之理 茫茫荡荡都无着落 须用添个净 方才牵扯的向身心上来 始终没根源 如果还要添个净字 孔门为什么把一个最要紧的字 落掉了 带牵运人来呢 还需要有人来补正 也就是说 如果以诚意为主 就不需要添净这个字了 所以王门自己强调 诚意呢是学问的大头脑 奥利之叉千里之妙 这里我要做一些说明 这个先去穷事物之理 在大学的意思就是 治国平天下 你可以教一个15岁的人 去做交通部长吗 你可以教个22岁或25岁 研究所刚毕业的人 去做交通部长吗 不行 你一定要格武之知 要研究 要搞清楚很多东西之后 你才能够去做一些天下事 所以你要治国平天下 一定要有客观的知识 这是格武之知在强调 你有再多的客观知识 你没有把它用在 立他为人民为百姓上 那你也只是个强盗徒合 高级的强盗徒合 所以格武之知了以后 你要诚意正心 所以这是一个次第 然后修其治品 为天下福 大学讲的就是这个 内圣外望 结局之道 如者就是要内圣外望 所以有一个次第 那这边为什么王阳明讲说 需用添个禁字呢 因为既然朱熹强调格武之知 成义也是强调先知后行下学上达 成义有一句话叫含养需用禁 禁学在治之 含养需用禁 禁学在治之 我还没认为这两句话讲的都是 治之 也就是 这两 也就是这个格武治之 也就是穷格事物之理 的这种意义的治之 也就是你只是文件之之 因为你只是文件之之 所以你需要涵养需用禁 禁学在治之 所以这样子理解 成义的话 那也就是说 当你在禁学在治之的时候呢 你没有道德主主心 所以忙忙当当没有着落 你需要添个禁字 才牵扯的向身心向来 上来 王耀明也理解到 含养需用禁呢 牵扯到身心 就是我们的价值意识的主宰 如果只是治之的话呢 那只是文件之之 跟自己的道德良知自觉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就始终是没根源 所以要添个禁字 但是王耀明认为 大学不应该这样解 大学在格物治之的时候 不是客观的知识 格物就是格区物欲 治之 治无心是良知于事实物 诚意正义 格物治之就是诚意正义的意思 所以没有落掉 格物治之就已经到自家的身心上来了 所以不需要你补充 还想去用禁禁禁禁 禁学在治之 来补充治之 就用禁来补充治之 所以归根结底 格物治之呢 就是诚意 以诚意为主 不须添禁字 其实古人成禁常常合在一起 成禁都有操作性定义的意思 禁主一专一 人意理智有没有禁义呢 那就是你是不是 始终专注在 首一在人意理智上 人意理智有没有成义呢 就是你是不是不见断底做人意理智的事 所以讲成跟禁都有操作性定义的意思 但他预设了人意理智的价格意识 好 那王耀明认为讲成义就好啦 所以格物治之呢 意思就是成义的意思 不需另外加禁字 所以提出个成义 跟学问的大头脑 与此不察 毫离之差 千里之谬 这样的一个解读 费尽的千辛万苦 对于成义跟诸悉的理论呢 进行曲解 然后呢强调自己要强调的观念 王耀明所强调的 必须要诚意 必须要治良之与事实物 必须要格区物与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 作为一个如者 完全正确 但做大学文本诠释 实在是让人觉得很累 因为你可以不必这样解释 成义诸悉的大学文本的解释就很好啦 那本来就有一个功夫次第的意思 本来就有一个文件之之 文件之之的本体也是 是德性之之 为什么要格物之之 是因为你要明明得于天下 所以这叫做功夫次第 就是一步一步来的 但王耀明呢 就自己发明了这一套解读的方式 去强调他的知性合一 强调他的这两知 所以如果王耀明的学问是借由中庸讲 借由孟子讲 那可能不会是这个样子 但就是因为借由大学讲 为什么借由大学讲呢 因为大学被朱熙讲得很清楚 大家都在读大学 参加科学考试 尽是举人状言叹花 没有一个人像王耀明这样 真正承担拯救天下之执志 所以呢 这个王耀明呢 就要出来澄清天下 出来这个重新提一套解法 所以以大学的诠释跟朱熙对着干 这造成我们在这个文本解读上 这个很累 只能说很累了 那总之还是可以澄清 好 到底中庸功夫只是澄深呢 澄深之极呢 便是至澄 那把中庸的功夫整个放在诚意上 大学功夫呢 也通通放在诚意上 诚意之极呢 便是至善 功夫总是一般 这里补个镜子 那里补个成字 会免化者添足 那我觉得从文本解释的角度 王耀明这样强调 未必需要 但从做功夫的角度 以及听课的学生呢 不是读儒学的 不是读这些书的 那你这样跟他讲 当然对他来说做功夫是有用的 就专心诚意 这样就好了 至于中庸功夫核心是不是在诚深 大学功夫核心是不是在诚意 这都还是可以再谈 但是这样说也不会有错 不会有错 但中庸呢 本来就是诚概念 是中庸最核心的价值意识的概念 至于大学呢 诚意证心 诚意证心 王耀明说是诚意 为什么说是诚意呢 诚意最符合本体功夫的意思 好好色 悟恶秀 最符合本体功夫的意思 知道的时候就做到 那个意念就出来 最符合本体功夫的意味 所以诚意的意思为主 来解读格武 解读智之 解读正心 当然这里是强调诚意 别的段落里面呢 传习度的中下 这个智良之 越来越会是更重要的观念 好 至于说这边补个净字 那边补个成字 会免这个化蛇天足 那我也不认为需要这样子 批评先儒的理论 就是善解就好 善会解就好 所以王阳明的哲学 在强化道德意志上 是讲的最透彻 但是在大学文本诠释 跟先儒的辩论上呢 我必须说 这只是王阳明一家之业 没有必要 一定是王阳明说的 就是唯一的对的 因为这个诠释嘛 总是有不同的脉络 如果我们要要求文本诠释的话 我反而愿意明确的主张 成一诸细的大学文本诠释 是符合大学原意的 王阳明作为一个创造性的发挥 就君子修养功夫而言 王阳明的话都是最好 就大学文本诠释而言 王阳明做的蛮牵强的 让人家觉得有点累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它澄清 好 传习录上就讲到这里 下星期我们从传习录下 再为大家做王阳明哲学的原点导读 非常谢谢大家的聆听 今天两节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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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